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2月23號 大家都知道 現在不是感冒型 示範 率先開局 就講一下這個捉稿彎女子啦 大家都有看好出名啦 連Yahoo那個頭版 都可以看得到喔大家 那有些人呢 就說他是因為連任的失敗 那所以呢就佛蘭佐於是乎 就後底拿上身 要將香港人折磨一番 那其實那首先講一下那個名字先啦 就不知為什麼突然間有個印象 看完那套片之後 那我才想起喔 就是以前我沒有想過的 捉稿彎捉稿彎嘛 一捉稿彈一船人啊 他又真是有理沒理 就將所有人都捉了進去 那有朋友仔就問這個 全球的暗黑勢力 到底現在打什麼算盤 都其實是呼之欲出啦 溫一下溫一下 嘩當動物園那樣玩喔 你覺不覺啊 那如果所有的人都習慣了的時候呢 於是乎 就回去 Enslave 的時候的那個時代咯 以往都不用了 你說的1910年代 西班牙流那樣 有什麼這麼厲害啊 那時候會不會把那些人 全部 找些不知什麼房間各樣 全部困住了呢 那其實有些人就期盼 那林鄭 就做完這一回醜人 那跟著呢 就可以一天都乾了 我又不知你怎麼想啦 如果 即使啊 真的這樣一如所料啊 啊 現在應該做的都是 不停這樣 啊 儘快儲多些錢 等風禁沒那麼嚴重各樣的時候 你又夠錢的話 就即時飛走了 因為普京大帝都說了你聽了 我們是應該遠離這個 獨裁政權 這個才是真理 因為野心家呢 是永遠都 不會有止盡的 Anyway 今回啊 貪魔又有新搞作啦 那話說已經公佈了 就是全民強檢 是都要 拿大家的DNA啊 那就 沒有所謂的 有沒有效的 因為有沒有效 他都是會這樣做 所以 你拍那麼多集在那裏說有沒有效 又或者市民 對這件事的反感程度 那是沒什麼意義的嘛 是人都知道沒有效的啦 而你走去檢測的期間 這個東西惹得那麼厲害的時候 老祖 不過不要緊啦 他現在不公佈的嘛 那些數字各樣 3月 會推出這個全民強制檢測 而又由於是強制的 有法律的效力 如果不遵守的話呢 就會 他都是罰錢啦 而每個人 都要檢測3次 還要登記喔 你不懂得登記 那就麻煩了 所以我就說了 香港突然之間是多了很多 無形碎項的喔 不是那些Lego啊 然後 所謂的關愛安排就是 讓市民可以跟小孩哥還有長者一起檢測 那有另一個說法就是 搞那麼多檢測各樣 你不夠錢用嗎 他就是不夠錢用 夠錢用 需要停了條高鐵 然後 有些人就拿來笑啦 因為他說 現在 啊 是處於非常時期 不可以受現行法例制抓 就不去做該做的事 去到 這些非常時期 沒有理由再講程序的 大佬人家都做一下樣子喔 普京大帝都要經由國會認可 才派些部隊走過去烏冬啊 他比普京還厲害 而有專家就認為全民檢測是應該配合禁足 但是 貪魔就說沒有這樣的安排 因為禁足要付出極大代價 這樣說喔 我知道大家寧願是反過來 即是什麼 唉你不要搞啊 禁人足算啦 對喔 寧願禁足都不想檢測你的死人測的喔 幹嘛要無緣無故被你抓去檢測呢 對不對呢 農場啊 他這些 你不要看笑啊 又立法又兇獻 他爭在不玩全民光色紙的喔 不是說你準確些 所以 哎呀 今時今日已經淪落至此啊 還是陳笑至此啊 那同時之間 他搞那些通行證 又說什麼 場所 又要你去掃安心出行 又諸如此類 那但是就講到了 你仍然是有得選的 這個其實是心理學實驗來的 就是當你有得選擇的時候呢 每一個人都會 有一樣東西 是Psychological Conditioning來的 Melotinous的指令的話 反而你就沒有不到 那些人去做那件事情 所以他無論怎樣 都不會用到最硬的那一隻 這個就是個原因 就不是說什麼 網開一面 沒有這些這樣的回事 是功能性需求來的 而又由於 需要大量的地方去做檢測啦 那麼他就第一時間 放棄的就是那些學生的利益 明明就是停課了 就稱之為提早放暑假 那些人就說他掩耳盜鈴啦 而目前他也給了一些新指引 就是說 如果你那些醫學豁免證明書呢 手鬆各樣的 批出去的那些醫護人員 是需要接受處分喔 那你說啦 快小見小是不是啊 但是有些人有切實的需要啊 尤其是一些大肚婆各樣 但是沒有辦法的 就是那些全真教友仔 又叫人去啦 最近又弄多了兩單 叫人去不止還叫他 還要一隻伏記 那結果就有兩個大肚婆又是啦 啊伏記 跟著 那個胎 啊又不行啦 情況就好像之前Conney那樣 這次講到明你聽是伏記 而你發覺現在很多的人呢 都還在那裡說 啊伏記好過科技啊 怎樣怎樣 嘩落後了 真的不知道幾多個世紀了 第一有用又如何呢 你現在這隻和咪公 就只不過是0.15% 還要之後再低一點 人家英國都已經open了啦 你不只讓他 啊講到這麼嚴重 搞到有了藉口又做這樣那樣東西 那不知道啦 可能他們目的就是這樣啦 是不是 翻天覆地 而香港的市民當然就很生氣啦 平時風驅強檢 已經被人檢測到很猛烈的了 好像差不多一檢的時候 你經常要去的嘛 有些我聽到 嘩連檢六次 你加下又來個全民檢測 即是他變了是 整個月變了檢測月的了 至於專家 唉那些算吧 例如這個劉宇龍那樣 科技伏技可預防疾病委員會那個 說什麼 全民強檢要有配套安排 向市民解說好處和目的 嘩我勸他省了 是不是又想拚多一筆啊 這裡 政府宣佈下月就全民強檢 按出新年月日各樣 進行共三次的核酸檢測 所以這個劉宇龍又來了 在港台 即是共產港台 現在是 的千禧年代那裏說 有機會 這些這樣的可以 找到很多無症狀的患者 被他找到又怎樣呢 大家都知道 你找得可能兩萬三萬來 其實染的已經可能是二十幾三十萬了 在那個牆上去到學校那裏 一檢的時候 那跟著他又會不會再度啊 啊 趁那些人去隔離啊 又這樣那樣呢 那還有他三月玩得這個全民強檢 就就是說沒有一兩個月 你都不用資源啦 所以東方又玩鴨粉 禁令不憂晚市長頭 這個不是我說的 昨天又新增6211宗 跟著張竹君就說 個案平均啊 三日是翻倍的 所以 等得他測那天來 其實已經全民都有這個 抗體啦 還言什麼呢 那當然 有些人就說了 是故意的 他又為了搞到有這麼大陣像 得這麼大陣像 於是乎啊 這個聖閘那個送的心心 啊 就更加大個咯 那這裏又有一單花繪啦 就話說這個蓮花清溫膠囊 嘩 等鍾南山還要拍賣個廣東話劇 啊 各位香港的市民你們好 已經 就賣了給很多人了 但是原來是未註冊的咯 於是乎衛生署連續兩天啊 就走去搜查這個藥房 但是搜查還搜查啊 就已經賣到盆滿撥滿又賺一筆啦 如果不是搞到這麼煞有介事的時候啊 啊 又怎樣可以賣到這麼多錢才行的啊 這裏連BBC都有寫到啦 Mandatory COVID tax for all Hong Kong residents 那我又回帶三個月前講的東西啦 嘩 講到 就說這隻和咪公 看起來就是天然的科技伏技喔 這裏副頻道有講的 這個第一點 第二點我就說啦 其實 你快點舔一下東西 還好 那結果我是呀 新鮮事足 而第三樣東西 我就說啦 英國 就會很快搞定 而切實 它比我想像中還快搞定 已經 到處走 全民 喜歡怎樣都可以自由自在啦 但是同時間我又跟大家講 香港的情況 有來呀 未到六月都未搞完 為什麼這麼肯定啊 因為 保虐黨啊 他的東西未賣完 那但是 俄烏邊境那裏呢 很明顯是 看錯了 因為我沒想過 這個普京 竟然會願意 新鮮事足 大腳解圍 以北極雄的性格不像 所以這件事 要慎之又慎 修正自己的分析 就是這樣 好 今天講到這裏